今天北部跟東灣部的高溫 在27到29度感受舒適 中南部高溫還是有31 32度 但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也因為現在東北風夾帶境外臭氧 中南部是在下風處的 擴散條件比較差 中部雲家南還有外島 金門 馬祖跟澎湖是橘色提醒 而中部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有高坪地區 可能會達到紅海 長時間在戶外活動 記得戴上口罩 來關心士林夜市 又有水果灘坑殺遊客 有韓國的觀光客Po文說 在士林夜市某一家水果灘 他一袋水果賣他1089塊 而且還寫出 假日他並沒有放這個價目表 Po文一出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強調 這個黑心水果灘一出現 就會被查 副市長鄧家基也下令 要相關局處抄掉這一間水果灘 果然在昨天晚上 台北市場處大動作地 來到士林夜市進行機查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不是又失言了呢 他被媒體問到 陳菊缺席了 立法院華航私燕案的專案報告 柯文哲竟然形容 陳菊就是大號的吳英寧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聽到之後就炮轟 柯文哲一再拿身材 還有外貌來羞辱陳菊 連渣男都不如 柯文哲後來也解釋 他說的大號 指的是身份 總統蔡英文就讀 英國政經學院的博士學位 最近不斷受到質疑 總統府首度公佈了 蔡總統有35年 歷史內容泛黃的博士論文 這個文稿原件 那未來呢 也會授權國家圖書館 來公開讓大家閱覽 那現在也向少方取得了 當年的學生資料也對外公開 同時他們也強調這個學位 經過教育部認證 絕對沒有問題 高雄市長韓國瑜 在昨天上午進行 總預算編列報告時 議員在發問期間 國民兩黨的議員 爆發激烈衝突 最後民進黨的議員痛批 他們只要一發言 國民黨就會限制 還會搶話 根本就是護航韓國瑜 而國民黨的議員也回批 民進黨就只會抹黑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國民兩黨議員吵起來 越吵越激烈 先是兩個人對嗆 接著好幾個都加入戰局 勝武高雄市長韓國瑜 進行的總預算編列報告 會開到一半 藍綠兩邊議員就吵起來 緊急喊咖 休會五分鐘 民進黨議員之所以會火力全開 就是因為韓國瑜的預算編列 香港反送中活動越演越烈 不過這些衝突也在台灣的校園上演 義守大學就有香港的學生 在宿舍的門口 設置蓮笼牆聲援香港同胞 不過隔壁寢視的中國學生 看到之後非常不滿 除了破壞這個蓮笼牆 還動手狠掐香港學生的脖子撞門 事發之後 校方竟然冷處理 跟他們說 如果怕有衝突的話 可以自行搬走 讓他們相當不滿 台中的林山國中小學 在沒有告知學生的情況下 就請警方來到學校模擬 由罪漢拿著球棍入侵 有很多幼兒園的小朋友 都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就有小朋友嚇到 對著罪漢尖叫 社會消息持續來關注 網路直播主 連千億跟鄭佑仁之間的糾紛 衍生出互嗆 雜電還有槍擊事件 法官在昨天下午2點 裁定連千億收押禁見 而鄭佑仁在昨天晚上5點多的時候 要被法官裁定35萬元交保 不過要求他 每週2點5 上午10點要到分局報到 法官照開機押停時認定 連千億無視社會秩序已有事實 認定他有反覆實施恐嚇危害安全等等 再加上他跟共犯 對於案情的重大事項 數不一 所以共犯呢 甚至在這個遠景哦 搜索扣押的時候 企圖丟棄槍之湮滅證據 目前還有其他的共犯在逃 有串供滅證之餘 所以採取預防性擠壓 提醒您不當變換車道是害人害己 在台北市區的快速道路 就有發生小巴士走錯路了 在扎道口想要往左切 結果撞上了執行車輛 害整輛車翻覆 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高速公路上 也有兩車擦撞之後翻覆 帶您來看這驚險瞬間 兩車擦撞白色轎車在高速公路上 整整翻了三圈才終於停止 驚險的撞擊瞬間都被錄了下來 但車禍到底怎麼發生的 時間往回到 雖然白色轎車打了方向燈 可是才閃兩下就直接往左變換車道 才會先撞上直行的灰色轎車 再撞護欄 肇事駕駛除了最高罰6000元之外 還要賠償灰色轎車的損失 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都很常有類似情況 車裡的行車記錄器陸下整輛車翻了過去 幸好車上的駕駛和乘客都系好安全帶 才沒有人被拋出車外 只是小巴士明明打了右轉燈 又突然改打左轉燈 甚至直接往左偏才會撞上後方執行的車輛 警方呼籲變換車道要保持安全間隔 確實做好一看二打三確認 也就是看後照鏡再打方向燈 最後轉頭確認才不會害人害己 華視新聞 黃佩華林志淳新北市報導 最新的社會意外在昨天晚上10點多 彰化分圓箱大張路五段 油駕駛不小心失控自裝露術 車上的兩名男子滾下山坡 其中一名19歲的男子還摔到數公尺遠 另外一個人卡在10公尺深的地方 還好山坡上雜草比較濃密 所以也降低了衝擊力道 他們是有意識的 只是因為受傷 四肢無力沒有辦法自行爬上山坡 彰化線消防局就出動了大批的人力來救援 警方目前還在了解這事故發生的原因 華視新聞之前為您報導過在台中厚禮8號隧道這邊 因為有著像是動畫神隱少女的洞穴在進來爆紅 所以就有很多年輕人特別來到這邊拍照打卡 不過也因為人越來越多隧道裡面鐵軌滿是垃圾 而隧道牆壁還被人家刻字流念 很多地方都遭到破壞 最近各家手機大廠都推出新機 看看手邊的手機是不是覺得他老舊了很快沒電很想要換新的 但如果最近有滿新機的趕快來看 這邊我們為您整理出容易讓手機壞掉的六個壞習慣 包含不常刪照片還有刪app的 另外還有從來都不關機 電量總是要到20%以下才去充電 還有這個充電線隨便亂用 甚至是充電的時候你沒有去把保護殼可能都會導致手機過熱 這6到20都會導致手機短命 最新消息高雄市長韓國瑜又惹意 還記得去年在選前他曾經提到要在太平島開發石油 不過現在被議員高明林質疑挖石油的預算編在哪裡 韓國瑜這時竟然回嗆說挖石油是誰說的 有白紙黑字嗎讓議員傻眼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批睜眼說傻話 衛福部健保署公布最新的數據 台灣洗腎率是世界第一 一年的醫療費用也花了449億蟬聯最燒錢的疾病第一名 不過新的警訊是三高還有糖尿病都是導致腎臟病變 也就是洗腎的高危險群 而且三高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腎臟科醫師就提出警告 未來洗腎的年齡層可能會逐漸下降 甚至有人可能得從年輕洗腎到老 餐餐高油高鹽高脂小心得到三高 三高有多可怕腎臟科醫師說 最可怕的是三高正在年輕化 跟飲食跟我們的遺傳生活作息都有相關 無聖無喜往往就造成後續一些像心臟或腎臟的受損 三高年輕化洗腎年齡層會逐漸降低 將面臨洗更久的情況 也就是這些人必須從年輕洗腎洗到老 洗腎患者當中有一半都是因為糖尿病 因為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會出現腎病變 糖尿病確實在我們的人口裡面的比例也是逐漸上升 讓我們的飲食的稀化 沒有像過去一樣出茶淡飯 那現在大家都吃精緻的食物 另外慢性腎臟病多囊腎 反覆腎結石也是洗腎危險族群 健保署最近公布數據 台灣洗腎率是世界第一 一年醫療費要449億是最燒錢的疾病 醫師提醒如果你是高危險族群 一定要定期追蹤腎臟功能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華視新聞王山楊宗穎台中報導 日本311福島核災之後 台灣的斷層帶也被全面清查 那去年公投的時候又出現了重啟核四的議題 不過現在有的新的地質市政 核四的耐震係數根本不夠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莎 還有民進黨立委林淑芬 就在立渊召開記者會指出 核四附近海域10公里內 至少存在一條40公里以上的活動斷層 而這條活動斷層可能會再往外延伸到90公里 因此他們要求立刻終結核四重啟案 體運想起來關注球後對球後 我們台灣的羽球一節戴自營22號在中國羽球公開賽 女丹冠軍賽 碰上了相後復出尋求二連霸的前西班牙球後馬林 小代先勝後衰 以21比14、17比21、18比21落敗 隱恨只拿下亞軍 不過因為世界積分超越了山口嵌 陳宇菲還有澳元希望將重登球後寶座 政治消息來關注最新的民調顯示 總統蔡英文2020的支持度 還是超越領先了國民黨的韓國瑜 似乎不受到斷交事件還有論文風波的影響 然而前副總統呂秀蓮 渴望通過連署門檻 他找來藍綠陣營座談 承諾未來如果當選 他會推動全民外交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直被點名 可能會代表親民黨角逐總統大選 有國民黨立委在立院質疑 2020有人想要借牌上市 中選委主委雷靖永就回應 按照法令沒有規定政黨 一定要推薦自己的黨員 另外面對去年 九合一選舉亂象不少 雷靖永現在宣布 民眾可以穿國旗裝去投票 可是衣服上面 不可以出現候選人的名字還有號詞 趕快帶來關心今天9月24號的 國內外大小事 先來關注政治焦點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熟度明確表示 正努力爭取親民黨提名他選總統 而親民黨方面也指出 王金平的確有透過中間人 接觸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然而親民黨也將在10月中決定 到底要自推人選 還是要跟友好人士合作 根據聯合報最新的調查顯示 對於蔡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 他們表示滿意的 比105年他剛剛上任的時候 3乘1略升到38% 可是不滿意的人還是超過50% 另外覺得兩岸軍事關係 處於緊張的民眾 由去年的46%增加到50% 創下新高 昨天是24節氣的秋分 天氣漸漸變涼 氣象局他們預估 最快從11月開始會發布低溫燈號 而且他們對於現有的低溫燈號 會在做不同的區分 像是黃燈就代表 當天會有低溫10度以下 而成燈另外還有代表 連續24小時低溫6度以下的紅燈 要讓民眾更輕易辨別 國際消息要來關注 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 昨天在紐約登場 世界氣候組織發表了報告指出 2015年到2019年 是人類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五年 氣溫比之前五年高了0.2度 影響所及包含了海平面上升 熱浪衣潑潑 以及南極還有格陵蘭冰蓋 面積逐漸減減少 全球正面臨著氣候臨界點 檢測行動可不容怪 最後還要來關心 北韓從今年5月以來至少10次導彈 前後共射了20枚短程飛彈 以及火箭炮等等的新式武器 日本共同社昨天驚爆 日本至少有兩次沒有偵測到 北韓有發射飛彈 反觀南韓每次可以精確地掌握 北韓的飛彈動態 而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將在11月23號終止 少了南韓情報的日本國安 我們面臨重大威脅 來看到全世界最老的旅行社 托馬斯庫克在23號宣布倒閉 導致60萬名旅客滯留在海外 而總部在英國的托馬斯庫克 擁有178年的歷史 其下還有多間航空公司 不過因為電商平台 還有廉價航空崛起 人們的旅行方式不斷改變 托馬斯庫克過去 備受歡迎的一條龍行程 不再這麼誘人 回頭來看到台灣 在學校裡頭 這廁所竟然是五星級的 可以看到 其實學校這個廁所的牆面 大多都是白色系 看起來大同小異 但是在台東的大王國中 他們的牆面上 除了有漂流木裝飾 洗手台還是用原木打造 非常有原住民的風格 也因為當地是以排灣族的居民居多 所以廁所也以小勇士 跟部落女孩的這個彩繪 來辨別它是南側還女側 非常特別 趕快來關心天氣 外來這一週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主要下雨的地方 還是在迎封面北部跟東北部 而今天要提醒 在大台北跟宜蘭 降雨距離是比較高的 台東還有恆春半島 也有零星短暫雨 中南部維持多雲稻情 明天的水氣會稍微減少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東北部 會有局部短暫雨 可是到了後天水氣又變多了 包含在北部跟東半部 以及恆春半島 會有局部短暫雨 提醒您這個季節出門 最好還是攜帶雨具備用 氣溫方面也會持續進入了秋天 清晨跟夜晚都滿涼的 各地地溫大概在21度 不到25度 北部還有東半部白天舒適 中南部還是會覺得比較熱 可以來到32度 但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早出晚歸記得要加件外套 看見台灣國寶師傅系列報導 要帶您來關心俗女養成季 捧紅的拍攝場景清老老街 讓更多人認識了這一條 充滿老建築老人還有老手藝的地方 在這個街道上就有一間腳踏車行 從第一代開始已經有93年的歷史了 而師傅黃賢成雖然他已經89歲 休息腳踏車還是非常的順手 雖然他也說生意大不如前 買腳踏車的人也不多了 可是他還是日夜守護的這間老店 也形成了一副農村懷舊景象 歡迎來關注穿山甲 他身上的鱗片不但令人驚豔 還在本草綱目裡頭記載他有降血壓的療效 所以也被大肆地捕殺 在過去10年全球有100萬隻穿山甲被盜獵 而台灣現在是穿山甲最後的保育基地 因為從2014年開始 我們就成為了全球唯一人工捕育成功的地方 也讓世界各國的保育專家都來到台灣取經 外界的最新消息來關注 英國哈利王子夫婦 昨天帶著才剛出生4個月的兒子雅契 一家三口抵達南非訪問 他們將在非洲停留10天 會訪問4個國家 新層包含會關注女群 以及預防艾滋病等等 而這也是這個兒子雅契第一次海外出訪 受到各界關注 但也來關心歐美股市最新的修盤行情 先來看到美股 道成工業指數上漲是4.92 最後收在26949點 NOSDAQ指數下跌5.21 最後收在8112點 費城半道地指數上漲15.08 最後收在1578點 歐股的部分 英國金融時報指數下跌18.84 最後收在7326點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下跌125.68 最後收在12342點 巴黎建設工會指數下跌60.01 最後收在5630點 國際金價便油價的部分金價上漲15.7元 最後收在1530.8塊 油價的部分上漲0.38元 最後收在58.47元 請請您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今天在北部跟東半部會有短暫雨 而山區要注意可能會有午後冷暫雨 我們報回來再評判一下 最新畫面 新北市中和治安亮紅燈 凌晨在新北市中和光華街這邊 突然闖進了數十輛摩托車 有大批的年輕人在岸上裡面 放鞭炮還有放煙火 這巨大的鞭炮聲嚇醒了附近的住戶 附近的住戶就說 當時大概看到五十幾輛的機車 還有非常多的年輕人來到這邊 丟鞭炮跟煙火 同時還手拿著球棒敲打路面示威 疑似是要尋仇 在半夜聽到這樣殺氣騰騰的鞭炮聲 跟叫囂聲都嚇得不敢出來 可是報案之後警方姍姍來時 而這群年輕人早就已經離開現場了 只留下滿地的鞭炮圈 而民眾停放在路旁的機車 也被這個鞭炮給擊中 現在警方就說要調附近的監視器畫面 來查看到底是哪一些人來到這裡鬧事 趕快來關心天氣 提醒您未來這個星期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主要下雨的地方 還是在影封面北部跟東半部 而今天在大台北跟宜蘭 降雨機率是比較高的 台東跟恆春半島也有零星短暫雨 中南部維持多雲稻情 明天水氣會略微減少 只剩下基隆北海岸跟東北部 會有局部短暫雨 可是到了後天星期四 水氣又會變多 包含北部東半部跟恆春半島 都會有局部短暫暫雨 提醒您這個季節出門 還是攜帶雨具備用 氣溫方面因為現在進入秋天了 清晨跟夜晚都是比較涼 各地低溫大概在21到25度 北部東半部白天舒適 而中南部還是會覺得有些熱 高溫可以來到32度 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提醒您如果是早出晚歸 記得要加件外套 親愛的朋友 健康就是你的財財 要好好珍惜 高血壓會引起 腦中風 心臟病 腎臟病 等危害你的生命 及家庭 發現有高血壓 馬上就醫 耐心活躍 控制病情 血壓正常 謝謝 平日多自重飲食 適當的運動 保持一塊的心情 記住 常涼血壓 多微笑 最新消息 新北市三重 環河南路 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 有一名年約50多歲的司機 計程車司機 他高速撞上了 微停在紅線上的遊覽車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新聞最後帶您來看現場的畫面 等一下也請鎖定 華視新聞搶先報 將會有完整的新聞內容 同時感謝收看這件華視前天新聞 我們再會